中国正在推动三星活动 以迫使维吾尔人放弃地毯和靠电 终而使用沙发、床和树桌 那些不遵守指示的人可能会被贴上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标签 并被关在集中营 据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对维吾尔人文化、传统进行中国化的政策 不仅停留在宗教上 而且在维吾尔人的情况下 还包括家具摆设 当地消息来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命令 图决穆斯林组权摆脱传统家具 并用更多的中国家具代替 以现代化其房屋的内部装饰 主要用于受益与汉族企业 新政策源于一项倡议 有关当局以博款40亿元人民币 以现代化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在托尔街开塞利举行了一次 关于侵犯东都决斯坦健康和生命的会议 在开塞利医学协会和东都决斯坦独立协会的协调下 在厄尔西斯业大学的撒班哲文化中心 举行了一次关于东都决斯坦侵犯人权的会议 奥马尔库尔博士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如果我们不停止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所犯下的违法行为 情况将更加恶化 在东突厥斯坦人们被任意拘留的原因 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东突厥斯坦基金会主席穆赫丁表示 对东突厥斯坦为乌尔人和其他土厥人的压迫和暴力行为 使人类的耻辱 作为一个穆斯林 土厥人 父亲和医生 我们每天都遭受这一悲剧的折磨 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客人参观了东突厥斯坦新闻和文化中心 来自荷兰的艾莎尔吉雷杰普 阿布利克姆 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沃尔顾利女士及其女儿 于1月9日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和文化中心 东突厥斯坦新闻和文化中心主席阿布都基利利·卡拉卡森 介绍了该中心的媒体和电影翻译工作信息 来宾对东突厥斯坦新闻和文化中心的工作表示赞赏 并承诺将提供更多的财政和精神支持 有关在德黑兰坠落的乌克兰航空公司飞机的调查仍在继续 欧盟外交部长周五区区在布鲁萨尔讨论了中东的事态发展 北约秘书长尼斯·斯图尔滕·贝格和联合国驻里比亚特别代表 加桑·萨拉姆也出席了会议 讨论了伊朗、伊拉克和里比亚问题 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斯普·波雷尔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将做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中东的稳定 并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 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周五表示 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员最早将于下周向参议员提交 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正式谈海指控 被一场他期待已久的谈海审判遵定接触 众议员谈海之后 下一步是向参议员递交谈海条款 并任民众议员谈海经理人 参议员随即开始审判 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名自杀炸弹客 十日在秦珍寺玩岛 十日在秦珍寺晚上祈祷时引爆炸弹 至少造成15人死亡 19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邻近阿富汗的壁炉之神 自杀炸弹客潜进神首府 跪达附近小镇的秦珍寺 幸存者表示 这间秦珍寺遭到攻击时 现场至少有60个人参加玩岛 该省警察队长指出 还有19个人正在接受治疗 其中有些人的情况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兽 感谢观看